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斯,山东南南其实本赛季取代的成绩并不算是特别亮眼 在相比较于上个赛季能够拿到前五的一个名次 本赛季他们产遭一轮游的话 这个成绩对山东球迷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打击 所以本赛季结束之后呢 其实关于徐厂所下课的呼声是非常高的 甚至在此之后呢也传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人选 能够去取代徐厂所来担任山东南南的一个主帅 在本赛季休赛期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已经传出了各种主帅人选的一些说法 包括你看到呢之前呢曾经传出刘维伟呢和山东队进行接触 甚至还传出啊徐厂所亲自游说 让他来担任主帅,自己呢则是担任领队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包括呢 其实还提到啊有可能山东这边呢会找一个国外的名帅 比如说像凯撒这样的一个主帅呢 来担任整个球队新赛季的一个主教练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凯撒的一个说法呢已经被辟谣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刘维伟呢已经在青岛南南来担任主帅 所以可以说这两个人呢接下来都无缘分去执教本赛 下个赛季山东南南的一个主帅 所以到底关于这个主帅的人选是谁呢 其实也备受很多球迷的关注 此前呢包括龚小兵呢也是入选到这个猜测名单当中 但就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随着山东南南的开启了新赛季的一个 第一轮集训以及集结的话 他们这一次的一个主帅的谜底呢也是正式介绍 目前呢从媒体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到的话 他们是提到了新赛季的一个集训开始之后的话 山东队是由龚鲁明这个龚勋教练带着徐长所呢 继续带队训练 出现在这个训练场当中 所以其实啊从接下来的一个动态当中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呢三东南南的一个主帅依旧还是徐长所 依旧呢大概率会由他呢继续带着球队在下个赛季征战比赛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往的西边球队的传统是这样的 如果说啊新赛季球队准备换教练的话 基本上在赛季结束之后在这个集训开始之前呢 就会安排更换主帅 那么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你像青岛呢 武器能换掉之后的话刘维伟上任之后呢 他们才会在此之后正式直接 包括你像秋标还有说啊四川队的一个主帅啊 都在近期集结之前的话已经是完全下课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这一次徐长所呢意外带队去参加训练其实就证明一点 之后呢他估计还会是整个球队的一个主帅 所以可能这一点呢对于球迷来说啊应该是比较难过的一个消息了 没有期盼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人选 大家来看到徐长所继续带领着球队的话 真的很难期待下个赛季三中队能够有一些更好的起色 当然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唯一比较可喜的消息就是公鲁明呢还会留在球队 毕竟呢曾经作为国家队的主帅公鲁明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能力也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一次啊其实也同样作为啊丁燕宇航那个N4的话能够留守球队 我觉得对丁燕宇航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恭喜一下丁燕宇航 而且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那么丁燕宇航这次之所以缺席呢 只是因为请假的原因并不是外界所传言了离开的球队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了那么可能接下来丁燕宇航呢还会继续留在三中队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呢 只要公鲁明还在的话那么他在整个球队当中呢去待下去可能也是比较顺利的 所以总的来说对小丁来说算是一个好的消息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大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可能对于球迷来说的话 去抱怨再多也没有用我们现在只能够希望了 徐厂所能够去吸取向恶赛季的一个教训 能够去痛病思痛争取在下个赛季呢 能够去把之前那些短板的问题改过来争取取得好的成绩 这一点呢是球迷唯一的要求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